而立法院長游錫坤 他也是民進黨政國會的創辦人 在接受平面媒體專訪的時候說 台灣要好 其實應該要更多黨 可以來政黨輪替 他不計劃民進黨可以永久的執政 那麼期待能夠趕快出現 一個以台灣主體性出發 強而有力的台灣國家 忠誠的反對黨 那麼政國會的中常委 在黨內還拋出了 明年縣市長提名 一律都要出選的議題 那麼換句話說 是不是像台南 就希望陳廷非可以直接去挑戰黃偉哲 就沒有現任者優先 可以說是備受矚目 而政國會的掌門人 交通部前部長林佳龍 他說他個人沒有什麼特別的立場 也說目前沒有想到明年選舉 不過倒是傳出 他要參選新北市長 帶你來看 出席新書發表會 交通部前部長林佳龍 再次在媒體前現身 但各界關心他的下一步 因為最近頻頻被點名 是民進黨明年角逐新北市長的潛在人選 不過綠營內部有政國會的中常委 拋出縣市長提名 一律初選 身為政國會的掌門人林佳龍態度低調 我個人是沒有對於這樣提名的辦法 有特別的立場 但是我覺得這個過程 大家及時廣益 來產生最能夠爭取人民支持的提名的候選人 現任優不優先 當然最後由全代會來攻絕 不過過去兩次都是有這樣的這個條款 而政國會創辦人 地法院長游錫坤 日前接受平面媒體專訪認為臺灣要好 應該要有更多黨可以政黨輪替 從黨內初選到政黨輪替議題 政國會動作不斷 恐怕將在綠營內外掀起政壇一陣波瀾 華視新聞引至剛 潘建任 陳世雅 薛松前 台北報導